Hello 各位好 这里是博乐说 我是苏博 宅在家里是不是很无聊 但我还是有点忙 除了忙一些小小的家务 就是在构思下一期的内容 这也是做Vlogger的悲哀吧 随时随地都在工作 今天我们来讲讲大家最关心的病毒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所以请大家放心 我讲的内容都是有科学医疾和专家指导的 在这个地球上 杀死人最多的东西不是战争 也不是自然灾害 是病毒 上个世纪 有一个叫做天花的病毒 杀死了近5亿人 病毒是一种个体微小 结构简单 只含DNA或者RNA 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 并以复制方式繁殖的非细胞性生物 它比细胞还小 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外面有一个蛋白质的壳 里面有一些DNA或者RNA等遗传物质 DNA是双螺旋结构的 上面的基因是一对一对的 这就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不太容易变异 而RNA是一个长链状的 没人跟它配对 所以它经常会变异 SARS就是RNA病毒 这次的新冠状病毒 也是RNA病毒 病毒这个东西是寄生的 它必须生活在活着的东西里面 不同的病毒会生活在不同的动物身上 这些动物就是它的自然宿主 病毒在它的自然宿主的身体里面 是不会有危害的 比如说像SARS病毒 在果子离身体里面 它就不会闹事 艾滋病在大新的身上就没事 到人身上就不行了 其实我们身体内 也有很多的病毒和我们和平相处 因为它如果不和宿主 和平相处的话 它自己也会死 但当病毒进入非自然宿主的身体之后 就会面临几个结果 它要么就无法适应人体的温度或环境 它自己就死掉了 要么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发泄后 就把它干掉 要么它就通过变异 躲过免疫系统 悄悄地躲在人体内 但也有一部分 就开始攻击人体的一些组织 让人得病 所以理论上 病毒并不想传染到别人身上 因为到别人身上 大部分情况就会死掉 有些病毒不仅对人体无害 还对人体有益 目前能够确认的这次疫情的幕后真凶 是一种刚刚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学名2019NCOVE 这已经是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家族第三次死亡人类了 03年的SARS 12年的MERS 都是此家族成员 给中国和中东地区造成了至今尚未痊愈的伤疤 新冠状病毒并不是SARS或者它的变种 这种病毒的基因测序与周山地区某种蝙蝠体内测序相似度接近90% 与另一种云南菊头肤体内序列相似度高达96% 蝙蝠这种哺乳动物体温较高 免疫系统特殊 是很多种危险病毒的天然素质 冰状病毒的天然素质 确实很可能是蝙蝠 那么这种病毒是怎么通过蝙蝠传递给人的呢 比确认天然素质更重要的是 确认新冠病毒的中间素质 蝙蝠体内的病毒是不太可能直接传染人的 病毒应该是在某种中间素质体内完成进化之后开始爆发的 因为早期病例大多和武汉市内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所以主流猜测是市场里所贩卖的野生动物是病毒的中间素质 但很遗憾 因为市场封闭 科学家还没来得及采集野生动物的样本 从市场环境中并未发现病毒 以上研究得出的大概推测是 某种寄生于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 因为某种原因进入了某种被人类大规模饲养的 半野生哺乳动物体内 通过广泛的互相传播和突变 获得了感染人类细胞 并持续在人类个体之间传播的能力 在2019年年莫得某个时间点 它进入了一部分武汉居民体内 并且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的疾病爆发 当然这个简单的推测还无法回答很多问题 比如最早的一位感染者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早期的几位患者也有不少人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市场 他们是如何被感染的 是病毒已开始就具备人与人之间的高效传播的能力 还是另有传染源呢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严肃的研究和回答 衡量一种传染病的影响 主要考虑两个维度 独立和传播力 独立衡量的是如果一个人患上该传染病症状的严重程度 传播力衡量的是一个人有多大概率会得上这种疾病 关于新冠病毒独立的估计 考虑所有的患者情况综合病死率在3%左右 远低于SARS的10%和MERS的35% 而传播力有一个相对变积的定量指标 叫基本传染数 数值越大传染力越强 麻疹是12到18 天花是3.5到7 流感是2到4 SARS是2到5 关于新冠病毒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3日给了一个粗糙的估计 在1.4到2.5之间 也就是说 它的传播力远不如SARS 所以请大家保持乐观 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 数据纰漏还不够迅速 数值还有可能有所变化 需要持续关注 大家有病后第一反应是 有没有药 新闻里确实有不少好消息 有了SARS的前置之间 对于这次的疫情 科学家们的行动快得多 也深入得多 一定能研发出特效药以及疫苗 但遗憾的是 这些药很难成为我们期待的救星 药物和疫苗从启动研究到真正量产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防控传染病爆发的时间窗口 远没有那么长 远水解不了尽可 SARS在2002年底爆发 03年夏季逐渐被控制 04年开始才启动疫苗的人体实验 06年正式完成 但因为SARS已经消失 疫苗已经没有大规模量产的必要了 所以目前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隔离传染源 只要能做到让已经患病的人不能继续传播 让还未患病的人不被传染 即使没有特效药 我们也可以有效防控这种疾病 隔离的核心有三条 一 找到和管理传播员 二 切断传播途径 三 保护疫苗人群 国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对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隔离 封锁交通 取消公共活动 号召大家戴口罩勤洗手 这就是为了做到隔离 如果从今天开始 全国人民必能自我隔离两周时间 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最长潜伏期 就是两周左右 如果这期间出现症状的人 都能迅速被医疗机构隔离和治疗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在两周内 彻底清楚这种病毒的威胁 当然 这只是理想状况 整个社会还是需要运转的 还是有大量的人在流动 但看到国家对武汉等城市的 强有力的管控措施 对其他省市的细致筛查和隔离 我们应该对于快速消除这种病毒的传播 保持信心 隔离从古至今 一直是人类对抗烈性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敌人 一个是病毒 一个是由病毒引发的恐慌 病毒有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在解决 有国家在管控 但情绪上的恐慌 就靠我们自己来战胜 现在被感染的人是少数 但有不少人因为担心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免疫力下降 引起身体上的不舒服 食欲不振 精神萎靡 总之越看越像肺炎症状 动不动不摸自己的头 稍微有点热 就想去医院 反而增加患病风险 现在发热门的医生是最能的 他们照顾不了大多数人的情绪反应 而这些情绪又会扩散 一来二去 不安全感就会导致相互的防范 猜疑 孤立 甚至谣言 所以大家要意识到 我们现在是一个情绪上的非常时期 战胜病毒要靠科学 战胜恐慌 要靠我们自己 在这里给大家三条建议 一 信息的获取要仔细选择 不是越对越好 而是越可靠越好 只接受正规的信源 要相信这个时期 所有的利益是一致 如果真有重要信息 不可能不让你知道 事实上 谣言是每一次传染病爆发 都有的反应 大家要有选择性的 去获取信息 有些视频 图片 展现的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形式 你并不知道 现场发生了什么 甚至不知道这些画面 开始的时间 那么传给你心机的人 也是道听途说 甚至是自己意想的 还有些让人泪目的故事 虽然文笔很好 让人心痛 但你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 可能是影响号 借着非常时期进行的传播手段 你不晓得是不是真人真事 而且你要明白 即使在太平时期 这样让人心痛 让人无奈的事情 也同样会发生 在非常时期的互联网上 它被放大 所以 不是官方机构 发不出来的信息 大家不要轻易相信 更不要去随意传播 你传播的 不一定是真消息 但一定有恐慌的情绪 专业的媒体工作者 正在这个战场上奋战 我们普通人 只要规范自己的信息渠道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帮他们打赢这场战斗 二 利用互联网 在不出门的情况下 增加人际连接 恐慌来自于被孤立的感觉 只要我们用语音 视频 随时跟亲人朋友保持联系 就多一份安全感 那么联系的时候 说什么呢 多谈一手信息 不谈二手信息 一手信息 是你的亲身经历 你今天做了什么 看到什么 心里什么感觉 二手信息就是 其他人说的 网上说的 甚至于 我猜测的 这些就会增加 我们被孤立的感觉 引起恐慌 三 重建正常的生活规律 我们普通人防疫 只要做到 戴口罩 先洗手 少出门 这就足够了 把剩下的精力 放到生活其他地方 好好吃饭 规律休息 很多遗乐 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做好你能做的就行了 有的人总觉得 不能放松 行事这么紧张 所有人都应该紧张一点 但紧张 是为了让人 采取必要的行动 如果能做的行动 已经做了 就不要再给自己增加烦恼 做点开心的事 没问题 剩下的 交给时间 交给科学 交给自然规律 请相信国家 相信一五工作者 祖国强大的现状 让我们有信心 面对一切困难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本来假期快要结束了 但疫情还没有平息 我们只有在家里 多待一段时间了 自打大学毕业以来 我头一回在家 这么长时间了 给这份疫情假期 平添了些许温暖 虽然跟老妈话不多 但又过回了 依赖甚受 饭来张口的日子 时常让我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就是本期博乐说 我是苏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